人类对死亡充满恐惧 于是千百年来 在探寻不死之处的路上 人类从未停止过脚步 克罗波医生发现 人类的衰老是从皮肤开始 只要能阻止皮肤衰老 人类就能告别死亡 但是他隐瞒了这项技术的弊端 奇拉为了涌住青春 他甘愿成为克罗波深入实验的志愿者 手术前他录下一段视频 来证明自己是自愿的 没有人强迫他 换批手术玩意儿 完成后 奇拉的肌肤白皙紧致 身材性感无比 当换批手术夺取了奇拉的记忆 他忘记了已故的丈夫和毒气的女儿 当他走进以往住过的公寓 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使他头痛欲裂 由于换批技术不是很成熟 不久后奇拉发现 自己的皮肤出现了老化 他把干裂的皮肤撕下来 再填回原来的地方 他惊讶地发现 伤口迅速地愈合了 有个叫索菲亚的女人 走进奇拉的生活 她出现在奇拉家的楼道里 就在奇拉跌倒的那一刻 他扶了奇拉一把 后来两个人成了朋友 其实索菲亚是克罗波的人 他被派去监视奇拉的一举一动 因为奇拉是最成功的志愿者 其余的志愿者都没能走下手术台 但奇拉并不知道这些 他在索菲亚的引导下 还是去看了医生 奇拉去了克罗波那里 奇拉已经不记得他了 克罗波也假装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他嘱咐奇拉这几天不要饮酒 三天后来取化验结果 奇拉要求克罗波为他做皮肤移植手术 但克罗波说 要等到结果出来了才能做决定 皮肤溃烂让奇拉十分痛苦 他跑到太平间 割下一块死尸的皮肤贴在自己身上 可皮肤并没有粘合 索菲亚每天都陪着他 但这样的陪伴 无法抚平他内心的伤痛 奇拉跑去买醉 酒吧打烊后 酒吧女总催她快点走 奇拉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杀死了酒吧女 然后割下她的皮肤贴在自己身上 奇迹发生了 奇拉的伤口快速愈合 她又拥有了年轻健康的皮肤 后来她为了换皮又杀了一个舞女 这一切索菲亚都看在眼里 却什么也没有说 三天后 奇拉去找克罗波拿检查结果 她无意间发现了那段视频 才知道克罗波为了实验 不顾志愿者的生命 此时索菲亚已经爱上了奇拉 她依旧觉得只有克罗波能救奇拉 在她的劝说下 奇拉放火 烧了充满回忆的公寓 奇拉想在离开前去看看自己的女儿 她却意外地见到了自己的孙女 一时四目相对 奇拉就忘了她们的名字 怕一言难尽又带去麻烦 她只好匆匆离开 奇拉本想和索菲亚远走高飞 但索菲亚给她水里下了药 她把奇拉交给了克罗波 奇拉又回到了实验室 克罗波是在做活体实验 她根本就不顾病人的死活 索菲亚得知真相后 想带奇拉走 克罗波趁索菲亚不备 用毒针制服了她 奇拉拖着孱弱的躯体杀死了克罗波 封锁了所有出口 索菲亚和奇拉再也没有逃出去的可能 奇拉见人就杀 她想帮索菲亚找到解药 但所有的人都说那支毒计没有解药 一直寻求尝试的奇拉终于安静下来 她终于明白生命本该顺从天意 强求来的都会自食恶果 逼在昏暗的电梯里 奇拉说她想和索菲亚一直一直在一起 然后她拿枪抵着自己的下颚 她用死亡进行了自己的承诺 或许人们不是害怕死亡 而是放不下活着实的心愿 当这愿望需要用生命来践行时 死亡就不值一提